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講 這股民的疑難雜症 由老師來開講囉 我是崔佑達 昨天採股才大漲200點而已 結果今天開盤 馬上就回吐掉昨天的漲幅了 本週的強勢族群 鋼鐵人 航海王 都陷入了震盪休息 外資真的放耶誕假期了 那只剩下五個交易日 就要跨年囉 哪一些是法人正在結帳 該小心的呢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翁世俊 世俊老師午安 又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而稍後也要從 美國企業的財報 財測 來看看明年的景氣展望 記憶體大廠 美光宣布要大幅度的裁員 高階主管也要減薪 接下來恐怕有哪一些企業 會跟進呢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 藍燈耀 藍老師午安 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世俊老師 我們就來看今天的賣壓 這個跌快200點是誰賣的 又是外資造成的 外資今天在放耶誕節前夕 砍了132億 投信倒是還在買 買超的幅度有擴大到28億 至於在進多單的部分 也沒有少多少 大概只有減1800多口 所以目前外資的進多單 在1.3萬口左右 今天我們看這個K線的位置 比較尷尬 因為昨天不是才站回半年線 短線上說不偏空 但是今天半年線又破了耶 那下個禮拜呢 好 那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今天天氣很冷 行情更冷 今天的量好像創了 今年的新低 對 1千5百億而已 對 那這個量就代表說 現在市場上幾乎只剩 因為外資它要休假了嘛 所以下禮拜量 應該都是這個量附近 下禮拜也不會有大賣 不太可能會有量增 不太會量增 那市場上因為快過年了嘛 所以可能只剩下一些 當沖的量 那今天基本上 行情是沒有任何的波動 所以沒有人想要做當沖 因為沒有什麼利潤可圖嘛 所以變成說行情就是 橫在這 沒什麼量 那下禮拜的話 我們先關注一下 我覺得說外資應該不會大賣 好 它休假了 那再看一下美股 昨天公布這個經濟數據很好 所以大跌 這跌得莫名其妙對不對 對 公布這個GDP嘛 然後出領失業金人數 就是比預期還好嘛 比預期還優 然後說大家怕說 連準會又是 可能有更大的升級空間 那就很奇怪嘛 就沒有什麼任何利潤 這兩個數據也 也不是什麼重要的數據 就是對整個行情來說 那比較重要的是 今天要公布這個PCE 尤其是核心PCE 對 前值是5% 那目前市場估4.7 那是有降溫的啊 對 有降溫 對 那就要看 出來的數據有沒有比預期再低一點 如果說今天晚上應該9點半 9點半公布 比預期還低 當然今天美股就有機會漲 看有沒有來個聖誕禮物 如果說跟預期差不多 比預期高 可能就還是會續跌 那我們就來持續做觀察一下 好 那昨天我們跟大家講說 因為這一波的行情 它算是在禮拜二的時候轉落嘛 長黑K 它灌破這個區間 這麼大的一個區間下源 那所以說它的高點是14451 昨天就是沒有突破 對 差9點 本來想說昨天外資奇先我都買 今天至少漲個 時機點嘛對不對 也好送個聖誕禮物也沒有 因為昨天美股重挫 好 那未來就是還是一樣一樣 要突破14450 沒有突破以前就不會轉強 但是下方14000點是有強力支撐的 不太容易破 所以說下個禮拜 甚至容易年前 我覺得大概就在14000 上方壓力在月線 14000650這邊做向心整理 那也要看啦 因為下個禮拜就是 外資畢竟還在要放假了嘛 那下個禮拜就變成 內支主導的行情囉 對 沒錯 當然我們就要來看看說 投信這個作帳跟結帳 真的是一念之間 對 我們先來看投信在這個禮拜 有買績效很好的這幾檔個股喔 包含了劍橋 星光鋼 南光 劍橋跟南光同一個族群的 生計製藥的 另外還有遊戲股的星象 今天盤中也不錯 825的蓬城 有這個出貨量會看增的利多消息 今天也有漲喔 那這幾檔個股來看的話 哪些是要小心投信會結帳 結帳 這五檔應該 下禮拜都還有機會作帳 只是說盤中如果說有拉高 你手上有的 當然也可以分批做會議了結 那今天最強的大概就是生計股 今天除了生計股以外 其他股票幾乎都沒有漲 對 生計股是最整齊的 對 最整齊的 但也沒有大跌 因為今天就是台積電 大概就佔了 一半以上的 一半以上的指數的跌幅 其他股票就沒什麼表現 那生計股會搶 當然就是大家會想說 哇 這個中國的疫情 好像可能兩三個禮拜內是高峰 大家都在搶藥 然後可能看急診 也要排很久 所以這些製藥股 又開始轉強了 那如果說你挑有獲利不錯的 投信有買 大概就是這個劍橋跟南光 因為五個交易日裡面 投信就買了三千多張的劍橋 兩千多張的南光 那我們來看這些股票 好 我們先看這個指標股 因為1752的南光 今天真的很強 它還逆勢創波段新高 所以它這個禮拜 幾乎是天天都漸興高點 對 沒錯 那它主要是做學民要的 好 那其實法人是認為說 它的獲利會相當好 因為有些升級股它平時 獲利沒有起來 主要是看它第四季 它可能單季就賺1.04 那你看一下 如果它賺1.04的話 今年它就可以賺2.93 比去年成長50% 所以它的營收跟獲利 是真的有爆發起來 然後再看說 再估到明年 就今年可能賺2.9 明年會賺到4塊5左右 所以又成長50% 所以它才可以這樣子 漲一波之後休息一下 它量滾量 有量有價它往上漲 它就不會停 那我看一下報告 它大概 法人僱大概71塊附近 你說目標價 對 目標價 其實快到了 因為今天65塊 所以說衝到71以上 我就不建議去追價 所以如果下禮拜 真的有機會到七字頭 反而要小心 反而你就可以先站一下賣房 畢竟這波也漲滿多的 但是它是真的有題材 如果說有回到五日線 當然你可以搭一個作帳的風潮 看頭性能不能 因為頭性最近買滿多的 它敢在高檔買那麼多 代表說其實還有機會 因為頭性也在追高 對 頭性也在追高 所以說又漲上去 70塊以上 稍微做一點獲益了結 如果說有拉回 因為今天其實 它並沒有鎖漲停 漲停板有碰到 但收盤沒有破 對 如果說真的有拉回 我覺得還是可以做一個強短 但是你要記得是強短 就是你用當充格子充的心態 你不要爆場 對 因為已經漲很多了 回測五日線可以做當充格子充 對 沒錯 這是在1752的南光 那另外一檔是825的蓬城 今天這個盤中 往上突破到黏線 雖然最後尾盤有壓回 那畢竟我們看到電子股啦 車電股也是 悶很久啦 有沒有轉牆的機會 有機會啦 因為今天還有一檔是 3675的德偉也漲嘛 就看一下這個蓬城 有沒有機會 帶動這個車用二級體 那蓬城就是整流的車用二級大廠 那這昨天法說嘛 他講到他的48V 這個MOSAV的車用模組 商機很旺喔 明年出貨拼十倍 那大概佔他營收10到15% 當然這個車用整流二級體 它是個趨勢 主要是這個油電混合車 跟電動車成長趨勢 基本上不會變啦 未來十年它都是往上做成長的 他的營收是創歷史性高 只是他的獲利沒有起來 本益比高得非常嚇人 算是說二級體廠裡面最高的 那如果說蓬城桿這樣長起來 我們看一下825的蓬城 他大概在年線附近 就是在年線附近 今天剛好充年線 充不過 碰一下 可是爆大量嘛對不對 那我們下禮拜就看 假如他能充過年線 能充過年線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再攻 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其他的二級體廠 那如果下個禮拜沒有充到年線呢 好 那你看一下 投信這邊最近才開始大買 對啊 最近這幾天 他持過比例在5% 最近才開始賣 那所以你可以抓一下 成本大概就在這 投信成本在附近 對 附近 如果有回來 這邊有好幾條軍線 我覺得可以短線做個佈局 搭個他的作帳風潮 我們就看160到170 差不多 因為大概就在這 好 那這另外一檔 是在這個825的蓬城的操作 那有看到這個禮拜 投信有一些動作是 不管是他在高檔也砍 他其實已經跌一陣子 他也在砍 這幾檔 五檔 星星 宰版 今天有反彈 5483的中美金 金像電焊 雷跟華星光 都是投信這個禮拜在調節的 那下個禮拜 我們要看說他結帳完畢了 還是說要小心更大的賣牙 我覺得是想要進場的話 你要等他結帳完 所以下禮拜都不要先進場 這五檔不能碰 對 先不要碰 除非越靠近最後一天 或是你乾脆就等一月 一月再來佈局會比較好 你先眼睛看一下這五檔股票 他都是之前投信最愛的股票 對 投信都是拿來做作帳的 但現在翻臉不認人啊 你看這都是好股票啊 星星 中美金 金像電 漢磊 華星光 那有伺服器的題材 也有矽晶圓 也有ABF宰版 第三代半導體光通訊 都是好的題材 但是最近投信 好像都在做結帳 對 投信好像都不喜歡 對 都不喜歡 對 所以說 有可能結帳他一定是拚到 最後一週嘛 所以最後一週他不可能說 賣賣賣賣 然後最後一週轉買 不太可能 除非說等明年第一季 所以短線的話還是先不要碰 好 那我們一檔一檔幫大家來看 303G的星星 今天的這一根低檔紅棒喔 直接吃掉了前兩天的AK棒 看起來有一點轉機 或者是說在這邊 有機會這個 已經確定落底了嗎 對 看起來是跌不下去 但也沒有落底我就不敢講 還記得這檔股票 我們是在上禮拜五跟大家講 先避開嗎 在這裡喔 對 那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他會縮減資本支出啊對不對 就這樣跌下來 所以已經避開了這段的跌幅 好 那要想反彈的我覺得 因為投信還在賣嘛 最近30天賣了2.1萬張賣這麼多 對 今天的賣超幅度有收斂喔 賣個幾千張而已啦 幾千張喔 那還好一點 那我覺得的話 等到他重返五日線 重返五日線 然後投信賣超減緩 你再來搶短 會比較保險啊 就是說不要去抄底 兩個訊號啦 第一個就是投信的賣超收斂 對 那第二個就是至少等星星 站回五日線再說 我覺得轉買超會比較安全 轉買超會比較安全 那另外一檔是在這個 5483的中美金 今天也是第一檔紅棒耶 對 它也第一檔紅棒 可是你看喔 投信最近也是賣滿多的 那就真的被他賣下來 那這檔股票當然就是說 之前漲過一波嘛 那反彈 我覺得這個 因為它上面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它這一波 套牢了這麼大的量 然後整理這麼久 往下做灌破 所以它反彈起來這邊都是壓力 所以我覺得 先不要搶短 有的話 如果說 季線跌破 因為今天剛好碰季線收個紅棒 季線跌破你還是要稍微考慮一下減碼 好 這是5483的中美金 那另外一檔是2368的金像電 之前很多散戶持有 對 大家都喜歡做金像電 因為真的 坦白說題材很好啊 伺服器的PCB 因為伺服器算是 電子產業裡面 明年少數成長的 產業 對 少數成長 好 那再看一下整體的 我跟你講這檔股票超難做 它只要到100塊 一定跌 我們把它縮小來看 縮小來看 更明顯 真的很難做 它是波段價差型的 它就是那種高檔相形 而且相形到爆炸的那種 就是真的一相形就相形 好久可能長達三四個月 好 這檔股票你記得 你只要到100塊 你就記得一定要先占賣方 好 那現在回來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佈局點位 今天算是 下禮拜可以佈局嗎 我覺得等一下 等它結帳完 等這個同性賣完 它大概每次回來到 大概80塊附近 是一個不錯的佈局點位 那我們就可以抓到均線 目前的話 它的年限在83塊 如果回到年限 可以試試看佈局 因為我覺得 就基本面來看 跟這個產業面來看 這檔是好股票 好 因為下方還有兩條均線的支撐 半年限跟年限 回測年限 再來考慮這個佈局 因為時間關係 如果大家說 我手上的持股 投信可能是在這個時間點 作帳結帳的 今天施俊老師 也給大家提供了一份名單 投信年底的作帳結帳名單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現在馬上拿起手機 小電視上的QR code 加施俊老師的LINE 或是LINE搜尋 小老鼠WENG888 老師把資料放在LINE的 右上角名單嗎 對 沒錯 右上角名單 然後每月以後早報可以看 然後記得 對 今天完之後我要先休息 對 你要休息兩個禮拜 對 先休息 這次好像沒有休息那麼久 先做個預告 所以說下禮拜看不到我了 如果說你想要持續追蹤 我的節目 就是掃一下這個LINE 然後QR code 然後我有一份 就是投信年底作帳的結帳名單 送給大家 有興趣可以掃一下 好 節目回來也要告訴大家 聖誕老公公真的掰掰了嗎 台股創下了今年的新低量 那麼下週的主流 還是看生技股表演嗎 稍後請教藍燈耀老師 歡迎你回到1600股民開講 我是蔡又達 今天是股會奇跌 新台幣中場是貶值3.2分 收在30.712元 那麼接下來就要問藍老師 因為今天不只是天氣冷 股市也很冷 剛剛說今年的新低量 今天只有1500億出頭 今年來的最低 那原本大家期待的 耶誕節行情 確定是否則 是落空了 那下個禮拜 股民能夠報股跨年嗎 因為這個問題 或許是我問你的最後一個問題 是的 因為你接下來要休息一陣子 在這個節目的最後一天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時間 今天聽聽藍老師的解析 好的 那在今天是最後一天 將來的時候 我可能會停一個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的最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在節目裡面是比較偏空來看待 所以有很多喜歡做空的朋友們 他還蠻喜歡我的 在私底下在LINE8 都有跟藍老師聊 那藍老師也要在最後一天 跟你們說 我也喜歡你們 那至於是做多的朋友們呢 那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藍老師 每天你都在對於一些 這一些的股票是唱衰的 他就可能覺得說 藍老師你越看是越煩 那沒關係 我一樣喜歡你們 那對於不管是做多 或者是做空的朋友 在今天的節目最後 我有一份神秘的大禮要送給你們 我相信對於你們未來的操作 會是有幫助的 好 大家一定要聽到最後 老師有一份神秘的小禮物 要送給大家 那對於下個禮拜的盤勢呢 你有什麼樣的預估 好的 那這一份的資料呢 一樣是全台北股票市場 大概沒有人會跟你說的 因為你從這個資料來看 藍老師這不就是支跟券嗎 這有什麼好聊的 但是你們從深部 從內部去看 你看從10月25號的時候 大概支的部分是1678億 一直到昨天的資料是1676億 差不多 只差了大概2億 所以低檔跟高檔 它的融資一樣 支是差不多的 那券的部分 從低檔到高檔 感覺也是一樣的 因為支沒有起來 所以券也沒有辦法變多嘛 但是你們去看喔 位階卻是從相對低檔 漲了2500點 來到了相對高檔 但是支券是一樣的 這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如果在未來 在過往 只要是下跌的話 你的支要大幅度的增加 因為止跌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訊號就是 支大減 券大增 它才會止跌嘛 但是你看現在 券根本就沒有出來 支也沒有出來 所以你將來要券大增 支大減的情況 就變得非常的低 所以有可能這一次的 操盤者 它是比較凶狠一點 如果當這個重要的 平台區被跌破 有可能是一口氣直接到底 好 這個就是因為說 如果接下來 大家期待什麼軋空行情 或許心態上面 要有點落空 那從這條均線 幫大家來看 因為老師之前 有幫大家畫這條線 14451 就是今天也沒過 今天直接跳空往下殺 那未來呢 好的 那一樣 在最近的時候 特別是一個禮拜 忽多忽空的人 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操作一定要有方法 所以這一條線叫做 14451 沒有過就是沒有過 那我們之前也一直在節目 跟他講 長A棒之後本來就會反彈 但是反彈是為了跌更重而做準備 甚至於我們從 MACD的角度 就跟大家有說過了 在這個低點跟這個低點 有過低喔 也就是代表從 MACD的角度來看 它是一個正常健康的空方架構 那既然是健康的空方架構 它就會看到新低點 好 這個是在這個大盤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從今年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今年快過完了 下個禮拜要收年限喔 對 那在這個禮拜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加今天禮拜五 你就會發覺到 在禮拜二的時候 幾乎所有人都想賣股票 到昨天的時候 所有人都想買股票 但從心裡面過來看的話 短短一個禮拜 起起伏伏的狀況 會非常的震盪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禮拜二的收盤價在這裡 禮拜三的收盤價在這裡 今天的收盤價也大概在這裡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去亂買亂賣的 它大概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反而沒有什麼輸贏喔 也就是你 你會看到這個禮拜的新聞很多嘛 可能要公佈PCE 在Nike的部分 它所公佈的財報也很漂亮 所以市場是時而悲觀 時而興奮的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發生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了CPI 從相對低檔 一路狂飆到了9.1 惡物戰爭也是有影響 對 跟惡物戰爭 包括了在CPI從9.1 又回到了7.1 市場從極度悲觀 變成極度樂觀 包括了聯準會 它可能就是在升息的部分 從原本預估是兩個百分點 變成大家猜是不是會到3 結果來到了4.5 現在又在猜明年到底會到哪裡 明年之後到5.1 5.1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將來再說好了 那一樣 今年發生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了護國神山 巴菲特諸如此類的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你在那邊忽多忽空 隨著市場的新聞而賣動 而追高殺低的話 你回過頭看 這不就是一個向下的架構嗎 那你 藉由我跟你講的 MACD的角度過來看 你每一次的柱段體翻綠之後 你就偏空來做嘛 你就找很多的股票來操作嘛 你不做多可以吧 因為你不管怎麼做 這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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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掌握住吧 那你這個反彈即便沒掌握住 你還是掌握住了大波段 所以回過頭來看 真正重要的是 不管是CPI或是什麼 其實這些我覺得都不重要 它只是大行情裡面的 煞車跟踩油門 所以終究它還是會 往它要去的地方來走 而你們要注意的 下個禮拜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準備要出意外了 怎麼說呢 因為從周KD的角度過來看的話 即將要死亡交叉了 而這個指標在今年以來 百分之百的精準 只要死亡交叉 大盤就是跌一段 只要死亡交叉 大盤就是跌一段 只要死亡交叉 大盤就是跌一段 死亡交叉 大盤就是跌一段 而下個禮拜 如果當意外要來臨的時候 藍老師 希望我等一下的神秘大理 你要放在身邊 好 這個是大盤的方向 從周KD比較能看到 中長線的角度 那另外一方面 也要來看看說 現在美國股市的不好 其實跟基本面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大家在喊經濟衰退 但是有什麼樣的數據 來支持這樣的論點呢 好的 每個人他都對未來的看法 可能是忽多忽空的 但是我這邊的看法 就是一路偏空 原因在哪裡 因為美國人就是沒錢了 當利率一直升高的時候 你去看 美國的平均房貸的價格 本來在這邊 現在回到這個地方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這邊買的人 你買貴了 你賠錢了 但是你要付的利息變高 那將來是不是一個未爆彈 以及從車貸的角度來看 現在它不是幾千億 它是1.52兆在這邊等著 那除了車貸之外 你會看到從信貸余額的部分 也是飆高 信貸也飆高 連信用卡它都在飆高 而你看在美國人 借了這麼多的錢 連信用卡都在借之後 利率卻從原本的0到0.25 它借的時候大概在這邊 但是到了今年 還不算明年 今年最少都已經增加了 4個百分點 也就是對於這些借錢的人來講 我們之前也一直在節目說過 利率越到後面 它的殺傷力會越大 所以勢必會是為 明年的一個震撼彈 好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利率升高的話 不只是對我們一般民眾影響很大 因為我借錢不太敢借嘛 利率那麼高 我說不定還不出來 但對於企業來說也是如此 因為企業們畢竟 現在是要借錢投資的階段 但是你借錢 你要花更多的利息 那可能我就不願意花 那麼多的資本支出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美光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對 它的財報是衰退 那細部的內容 我在我的直播我都有說 不管是美光 或者是聯邦快遞的部分 各位我以後的直播 你都要去看 包括了1000億的養老基金 它可能會賣出 那從台灣的基本面來看的話 貧富的差距 它也是創下了六年來的新高 以及在中國疫情的這個部分 你們一定要去注意了 當人口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會不會病毒再度的變種 你們要去觀察 好 那今天這個藍老師也提供一份資料給大家 如果說呢 接下來要避開哪一些產業可能還在衰退的 從這一份名單 或許能看出端倪 老師今天給大家的資料呢 是單月營收 月衰退的前30名 還有這個單月營收 年衰退的前30名 那要怎麼跟老師索取這一份資料 好的 我就會放在我LINE8的上面 你這個時候去看已經看得到 你就搜尋小老鼠MoneyMoney168 或者是掃瞄這個QR Code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今天有一個神秘的大禮 要送給所有的朋友們 對啊 你神秘大禮寫這麼大字 神秘大禮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內容 各位 你現在去LINE8上面看 你大概就會知道了 因為做多的 做空的 可能都會對我有一點 不管是喜歡或者是業務都有 所以我今天會送給大家 我的多空護身符 如果你是做空的 這張的大頭貼 你就去download下來 我相信對於你將來 可能偏空來做的人 一定會有幫助 就是當大盤在那邊撐在那邊的時候 你就多看我的照片 你就會覺得說大盤準備要下來了 所以這個可以放手機桌布 這個不行 但你可以另外看起來 那如果你是做多的呢 做多的這個臉就很討厭 你就會想說 做多 結果大盤居然真的跟藍老師說的一樣 是下跌的 你就會覺得很生氣 那怎麼辦 你就把這張圖給列印下來 可以射飛鏢 即便大盤跌了 至少可以射飛鏢在藍燈藥的臉上面 就覺得心裡面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空的跟多的 我都幫你們準備好了 那另外 如果你是比較靈活多空雙向的朋友們 在過去的時候有一個美輪 他的這個 美輪明紅 招彩的桌布 對 就網路上面的說法是還滿靈驗的 那稍微把它換成藍老師的臉 所以呢 這個就可以download到你的行動電話上面 好 當手機桌布 對你將來的行動電話桌布 你就是換成這個時候 我相信對於做股票來講 應該會是 會更加的順利 好 老師很貼心提供給大家 這個多空護身符要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要鎖起的話呢 現在馬上拿起手機喔 找這個電視上的QR Code 加藍燈藥老師的LINE 或是LINE搜尋 等一下喔